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滿朝的文武百官 看見你也要下跪 你說多威風 如果日後天兒登基做了皇上 他同樣要向你臣分定性 那種一夫百六的氣勢 天下的女人只有你可以 你說是一件多開心的事 高水 高水, 你說的是你自己內心的說話 呼風喚雨, 喚弄權勢 享受揮之不盡的富貴 你所想的就是這種事, 對不對 真是知我者, 莫若你 臭玉, 你真是我的知任 怎麼? 我問你, 一旦天兒必立為太子 你怎麼處置天佑? 我早就已經說了 無論甚麼都你作主 但是我不相信你 好了, 秋蓉, 不要再在這裡疑神疑鬼 這樣對身體不好 來…快點把衣服拿去給天兒吧 快點把衣服拿去給天兒吧 穿這件錦衣的應該是天佑之牛 黄叔, 添不知道你一向對包拯推崇秘賜 不過這次包拯公然地拒絕 朕要王丞相相傳口譽 反驚在先 又罕然不接金牌於後 朕如果不懲罰他 怎能令滿朝民武臣服 皇上息怒, 請聽神一言 皇叔請說 皇上責心人口, 一向知人善用 包情天面無私, 便中間明是非斷真毅 從來不問個人生死 但求無愧於心, 不負聖上託父 包情倘有任何堅持, 亦絕非以己為念 為的亦是國家百姓皇上後福 神請皇上體念包情為國為民之心 法外私人 朕何嘗不知道包情的行事和為人 但母后思念皇孫恩切 以致我病在床, 朕實感不孝 朕姑且給他五日之旗 五日之後, 同樣包情查無實據 證實高天儀並非朕的子字 朕就要包請馬上帶高天儀入宮見朕 朕… 體稟大人, 八王爺有快信到 好 大人, 封信說甚麼的? 莫非大人曠子一時 皇上已經曠子處子 成八王爺向皇上力補本府 皇上恩盡不罪 那就好了 大人應該放心才對, 何以嘆息呢? 皇上雖然免去本府曠子之罪 但又如令五日之內 帶同高天儀起程進京 按照這樣說 我們只有五天的限期 去查證高天儀身份的真偽 這樣五日似乎未必太緊迫了 不錯, 不過這件事有關重大 雖然只有短短五日 本府亦決不放棄 大人 展戶為何收獲? 佩大人, 屬下再回蔡州一堂 發現若干而怎樣 展戶為法國 屬下仔細查問過 當初高水在蔡州 搬遷到業縣的詳細經過 高水他並沒有帶走 任何一名僕人同行 家中的僕人盡刀遣散 他又何須如此多廢周將? 除非他有不辱人知的事 大人, 還有一件事 令屬下感到疑惑 是甚麼事? 屬下順便查問過 當初高家領養之子 高天儀的收養經過 怎樣? 沒人知道過中過程 高天儀就像憑空出現一樣 展戶為做得好 大人, 皇上給的限期極為緊迫 我們要追查的是 高天儀的出身真偽 要不要分身追查高天儀的來處呢? 所謂一業之籌 凡是跟高天儀有關的人 都不能輕率放過 只說當真 確有此事, 太師 這件事不但皇上知道 連皇太后也知道 聽說還派了一個討厭的太監總管 前來業縣了解整件事的經過 不但這樣, 皇上還派了皇丞相和八王爺 聯手把高天儀帶入宮中 是嗎? 只要這樣說 那個高天儀很有可能 就是皇上的血脈 太師, 很有可能 不過太師, 高天儀還沒離開業縣 還沒起程 那是皇上的 永長 你以前來結老父 到底想說甚麼 太師, 如果那個高天儀 看不到皇上、看不到皇太后 太師的憂慮 就會煙燒 雲散 太師 好, 說得很好 說得好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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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 天佑,你在這裡幹什麼? 有貓叫 有貓? 對,不是,是送彩球給我的鮑姐姐叫 鮑姐姐? 是不是鮑小姐? 就是我 姐姐,快點下來 姐姐 姐姐,你幹什麼? 你怎麼穿得跟以前不一樣? 是嗎? 你怎麼比男性的? 這叫女扮男裝,姐姐這樣穿,好看嗎? 好看 姐姐今天帶你去一帶 你從來沒去過的地方 好,天佑,我們一起去吧 天佑,還是不要了 那個錦兒像冤貴一樣經常跟著你 趁她現在不在,我們現在真的走 是呀…錦兒不在,我們快點走 走吧,快點走吧 天佑,快點走吧 走吧,姐姐 天佑,快點走吧 姐姐今天帶你去這個地方 叫做宜香園,很好玩的 好… 走… 走 這次糟了…不得了 方方張張的發生什麼事? 夫人,二少爺不見了 天佑不見了,有沒有去她的房間找 我全屋都找了,都不見她的 天佑呢?天佑最喜歡前召天佑 會不會在她的房間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什麼事? 錦兒…你來得正好 天佑不見了,她是不是在天佑的房間 不見了,二少爺也不見了 糟了,老爺吩咐我要看著大少爺 你們一個負責事後大少爺 一個負責看著二少爺 現在兩個都不見了 快點去找他們兩個回來 快點去,快點去,快點去 大禮夫人 無緣無故怎麼會不見呢? 千萬不要發生什麼事就好了 小姐姐,這麼久還沒到嗎? 已經到了,別這麼急 奇怪了,難道我當失了腦子嗎? 在這裡 他們…他們是不是想跟天佑念劍? 不是,他們是壞人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你們就是高天儀? 沒錯,我就是 不是,我才是 阿金,我也是 你們找我有什麼事? 你們到底是誰是高天儀? 你可否有禮貌?民東民西 為何你們不可以先說出你們的性命 還有是誰派你們來? 究竟有什麼目的? 廢話少說 好,既然你們都說自己是高天儀 就一起死吧 包小姐,馬上帶自由走 原來你才是真的 天儀 你們別哭,天儀 小心 天儀 天儀 別哭 別哭 天大哥 走 有事,不要走 天儀… 你為何不幫哥哥捱這一劍? 我怕你會受傷 你痛不痛? 幸好沒有傷到筋骨 天兒 天佑 天佑真勇敢, 不要哭 展大哥, 現在怎麼辦? 他們倆偷走出來 不能讓高老爺知道 我有常等的羊, 你跟我來 回去之後不要濕水 過幾天就會沒事了 謝謝展大哥 不用客氣 謝謝 天佑 謝謝展大俠 兩位不用客氣 天兒, 你看看 那個沒洗臉的人又來了 大人 巴大人, 請示卸帝無禮 三叔…我知道你很想罵我 但這裡那麼多人, 你可否稍後再罵我 高公子, 靈底的傷勢重要嗎? 他… 天佑很勇敢, 天佑沒有哭得… 真的嗎? 多謝包大人關心 包大人 關心 三叔, 甚麼事? 高天兒很可能是當今的王子 你不止沒有保護他 反而帶他到處玩 你遲, 要不是指戶衛及時趕道 唐人出了差錯, 你的頭還要不要嗎? 三叔, 包原知錯了 你千萬不要怪罪 包大人, 這件事不可以只怪包小姐 是我自知不足, 見識短責 自請包小姐帶我出去 親體民間伯相 了解百姓的生活 包小姐是出於善意 請包大人不要降罪於他 謝謝你 我說的都是真話 包小姐, 無須言謝 照樣說, 高公子必有所獲 我認為國以民為基 民之所需, 君之所向 民心即君心 唯有百姓富足, 國乃富強 我很感激包小姐的當頭棒汗 要不是他罵我 是龍中鳥, 鄭底娃 我自以為飽讀詩書, 熟練兵法 騙纜聖賢書, 歷朝國代, 朝綱律法 就足以為國之明君 看來我要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 高公子能夠以民心為己心 真是難得, 難得 包大人不見笑了 你別這麼謙虧 我三叔在這裡讚賞你 天爺, 你別這麼多話說 我肚子餓 好, 哥哥馬上帶你回家吃飯 我有個提議 反正都來了 不如在這裡吃頓飯 就當是我向你們賠罪 不要了, 感謝你的好意 我怕家母找不到我們會很心急 你這樣也不給面子 寶寶, 不要胡鬧 高公子心懷念無襯, 是孝心所致 謝謝包大人兩賊 謝謝包大人兩賊 高公子, 知不知道習經理的人是誰 在下亦敢困惑 那兩個人就像全心想天爺死似的 出手的每一招都非常毒辣 你麻煩了, 一定有人想你死 你快點看看有沒有得罪過誰 我幫你 在下自問無愧於人, 我不怕 天爺, 我們回去吃飯吧 好 大人, 在下告辭 任大人 在 送高公子一程 是, 高公子一程 我送你們出去 謝謝包大人 謝謝包大人 請晚行 大人, 高天爺無端遭人襲擊 是否意味著有人不希望他做王子 有此可能 可惜, 屬下不知道襲擊的人是誰 不用急 他們既然為了高天而來 第一次襲擊不成功 還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有此理 包小姐, 請留步 好, 那我們走了 再見 再見 姐姐再見 再見 走吧 天爺 我很喜歡包姐姐, 你呢? 我也喜歡她 公子, 你怎麼會跟那個野丫頭 出去玩的? 緊張 姐姐不是野丫頭 公子, 我們快點進去吧 萬一被老爺發現你們偷走出去 緊張不起來 進去 小心點, 來 夫人 天兒 娘 娘 天佑, 你們去了哪裡? 真的嚇死娘了 娘 天佑, 你怎麼會受傷?痛不痛? 沒事 娘, 我們… 你們這麼多人在幹甚麼? 天佑 二父 快點說吧 請二父息怒, 是孩兒不對 還沒得到二父的允許 就帶天佑出去玩 你… 二父 你… 我平時怎麼教大你呢? 老爺 二父, 請升路 這次不是謹兒的錯, 是孩兒的問題 老爺 天佑, 你應該了解你自己的身份 你是大宋未來的皇上 就算你不為自己珍重 也應該為你娘親和皇上著想 二父不讓你出門 二父, 完全是為了你好 萬一有甚麼差錯 你要我怎麼向皇上交代? 天佑知道 天佑, 你過來 你過來 我不過來 過來 乖, 快過去 乖, 不用怕 你受傷了怎麼會這樣? 有壞人 壞人?甚麼壞人? 胡乖父, 是有刺客的 為甚麼會有刺客的? 展大俠很厲害 他把這些壞人打走了 是展昭? 幸好展大俠及時出現 孩兒才平安無事 怎麼會這麼巧? 他怎麼會這麼巧在這裡? 你們比你們還遇過甚麼人? 胡乖父, 還有包大人和公孫先生 爹 我平時怎麼教導你? 怎麼可以這麼大意? 庚兒知道了, 請爹原諒 大少爺是皇帝的兒子 是金枝玉燕 將來是要做皇上的 老爺, 我叫你好好照顧他 一步都不可以走開 為甚麼你不聽話? 阿姨, 不敢了, 請爹息怒 再有甚麼差錯的話, 我就不放過你 金耀寄在心裡 好了…走吧 金耀告退 的rau, 貽ời 老爺, 請爹太過不小心了 我會好好地教訓她 我有話跟你說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老爺 有人行刺天儀 莫非是宮中有人不喜歡 看到天儀成為太子 幸好沒有讓他得請 不過很明顯包黑子仍然不相信 天儀就是皇上的子字 包黑子原本多兒 讓他查不到甚麼破綻 包黑子非常精明 不好大意 照我看 他是想在那個白癡的身上下手 那個白癡 早晚會破壞我的大事 我絕對不容許任何人阻止我 把天儀送上太子的寶座 只要是半腳石 就非除不可 夫人 對不起, 夫人 夫人, 喜爺知錯了 還是喜爺不好 以後我會加倍看著二少爺的了 我沒有怪你 哪個小孩不貪玩 老爺不准天儀天優出去 這樣又難怪他們兩個 常常想出去玩的 謝謝夫人 喜爺 夫人 如果有件事請求你 你會不會答應 夫人, 府裡面上上下下 只有夫人最痛惜喜爺 夫人有甚麼吩咐 喜爺一定會盡力去做的 謝謝你, 喜爺 天優的美娜就要看你了 謝謝你 三叔, 我睡不著了 我不可以讓我睡醒了才讓你罵 齊小姐, 你不用緊張 你三叔, 她不會罵你的 真的嗎?那我也沒那麼怕 下一次, 你如果再想 跟高天儀兄弟出去玩 記住她說一聲, 以免發生意外 這一次, 要不然我事先 叫展護衛看著你們 效果真是不堪辭賞 那就是說, 高天儀是王子的身份 是真的 要不然, 為甚麼事展哥要保護她 真假還不知道 不過可以確定 有人不希望她是真王子 說起來, 還是侄小姐的功勞 要不然你帶高天儀外出 那就沒辦法引蛇出動了 照這樣說, 就是說這次是我的功勞 不過不知道 那兩個刺客是誰派來的 無論是誰, 遲早都會自路行錯 現在最擔憂的就是 皇上的期限一日逼近一日 如果不可以即時證實 高天儀王子的真正身份 那無論本府是否願意 也要奉旨帶她進京 那找證據的過程 一定會受阻礙 三叔, 怕甚麼呢 就算來不及 查明她是真王子還是假王子 也不要緊 我們在進京的路上 還可以繼續查 只要說到在皇上 查封她為王子之前 真實無誤, 那就行了 你要帶我去哪裡? 我要睡覺 娘, 你為甚麼… 天優, 從現在開始 你要乖, 不能出世 你要聽喜祖姐姐的話 喜祖姐姐會帶你去一個地方 知道嗎? 喜祖姐姐, 我把這件事給你 你把它綁在天優的身上 然後帶天優 去府衙門找包大人 就說這件事是天優的 我這樣說就行了 我想包大人 會明白我的意思 喜祖姐姐, 喜祖, 你要記住 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在路上要小心 千萬不要讓人看到, 知道嗎?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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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老爺, 你先休息一下, 貧道高退 龍鳳土都不見了 誰 是誰 敬意, 有甚麼發現? 敬意剛才看到兩個人影 從後門方向走了 不過眨眼就不見了 兩個人?是誰? 不知道, 看不清楚 老爺, 我出去看看 快點 快點 喜少爺, 怎麼了? 喜少爺 怎麼會是天佑和喜少爺的呢? 二少爺 姐姐, 我現在可以開口說話了嗎? 你想說甚麼? 我要…我要回家睡覺 不行, 夫人交代 一定要送你去見包大人 包大人? 是不是…那個沒有洗臉的伯伯? 是呀, 是呀 放在你身上的東西 你要好好保存, 知道嗎? 二少爺, 我們一邊走一邊說 你不要停下來, 快點 來吧 二少爺 不要, 你不要傷害我們二少爺 走開 你…你不要傷害我喜少爺姐姐 快點把那樣東西交出來給我 她交甚麼出來? 你這個白癡 快點把那樣東西交出來 你那個是不是這件事? 二少爺, 你千萬不要給她 二少爺 二少爺 姐姐… 我快點走 你這個壞人… 你叫甚麼聲音?在那邊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不要 不要 喜少爺姐姐… 喜少爺姐姐 喜少爺姐姐 老爺, 怎麼樣?找到龍鳳肚兜嗎? 你知不知道龍鳳肚兜是多重要的 如果沒有了它 那我這十幾年的心血就全白費了 你… 老爺, 我知道的 老爺, 我當然知道了 好一個黃秋蓉 是你…一定是你們偷走龍鳳肚兜 黃秋蓉, 你… 你為甚麼要把杜手的榮華富貴全部摧毀 你們想殺天佑?我都不想做人了 我根本不在負甚麼榮華富貴 你… 你… 我告訴你, 如果天爺做不到太子 你和我都不用自已有命 你這個蠢女人 老爺 天佑, 天佑, 天佑 天佑, 天佑 天爺 娘, 你幹甚麼? 我剛才小心跌倒 娘, 你沒有跌傷吧? 我沒事… 娘, 你過來坐下來 來 為甚麼天未光真起來? 我整晚都睡不著, 就去看看天佑 誰知道他不在房間裡 我以為他來了找你 娘… 娘, 你幹甚麼? 我擔心天佑 天佑? 你真的跑了出去嗎? 娘, 娘, 你不用擔心 我…我會去找天佑回來 那你要小心點 娘, 你在這裡 我沒事… 我…我會找天佑回來 很快回來…很快 你快走 我快走 我快走 你快走 高水現在發現龍鳳土不見了 那會不會發現喜著和天佑? 露天爺, 求你保佑天佑他們 讓我找到包大人 求你保佑他們 保佑他們 求求你保佑他們 求求你的菩薩 保佑他們 你… 騷擾大人和公孫先生清滅 實禮… 董大人, 有何急事? 會大人, 昨晚院內發生一件命案 下官倒任多年 都沒碰過真正的命案 大人辦案無數, 上審駒馬下判走出 下官想請大人升堂審問此案 速審速決, 以警效由 董大人, 你是地方父母官 命案既然發生在桂園 當然應該由大人全權審理 本府不會過問 但此案兇嚴, 不是他人 是未來太子殿下的異弟 董大人說的是高天佑 死者是… 是他的貼身屁肋, 喜爵 好, 那…大人, 何秀 公孫先生, 你我都應該尊重地方父母官 這件案不疑過問 不過, 董大人本府有個不情之情 還望董大人方便 大人請說 本府想請得准公孫先生 隨堂聘審 放開我, 放開我 高天佑, 你為何要殺死喜爵 我沒有殺死喜爵姐姐 大膽 勿正, 仁正, 驅在, 你還想狡辯? 是不是一定要本府用刑來施肯招 我又不要犯錯你, 為何要抓住我 閉嘴 大堂之上豈容你狡辯, 引力 追 大刑事後 是 你們想怎麼樣… 天佑, 別打我, 別打我 你來幹什麼? 讓我進去 天佑 讓我進去… 別打 住手… 天佑… 天佑 爹姐, 他們打我 高天爺, 你打敢善闖本院大堂 引力 出手 等一會 董大人, 你可以處置我善闖大堂之罪 但是我求求你先放下我弟弟 你知不知道他犯的是死罪? 不可能的, 絕對不可能的 人證物證俱在 高天爺親手殺死你這家婢女喜爵 就算你真是皇帝的兒子 我怕也保不住他的命 大人, 天佑絕對不會殺人 我沒有殺人 其中一定是靈有冤情的 請大人明察 你不用多說了, 繼續擁刑 是 一會 大人 我高天爺願意性命擔保 天佑絕對不會殺人 況且他根本就沒理由殺死喜掌 請大人高抬貴手 千萬別核打成招, 駐下冤案 高天爺 你是說本院冤枉了高天佑嗎 請大人命鑑 大膽 你這麼污衊本院, 人力 出 來吧, 董大人 高天佑本性坎厚, 心地善良 也不會做出只得殯滅人性之事 況且此案的人證、物證均略險不足 倘若董大人一再容刑, 屈打成招 我怕八大人也不會坐視不利 所以學生斗膽, 狠稱董大人 暫時將高天佑還顏 待深入追查案情之後, 再行審理 未知大人以下如何呢 人來吧 是 將高天佑先押入大牢, 聽後再審 天爺… 天佑… 別逮捕我… 天佑… 天爺, 放棄, 天爺 高官一定會想辦法救你, 天佑 公公子 公孫先生, 天佑是冤枉的… 天佑被困入大牢, 為甚麼會這樣… 娘, 你不用緊張 我拼了自己的命, 也會救天佑 還她清白的 天佑她也是 為甚麼半夜三更和喜鳥跑出去 為甚麼會這樣 天爺, 讓娘告訴你, 是因為… 是因為甚麼, 夫人 義父 義父, 你有所不知 天佑和喜長半夜出門 結果喜長不知道為甚麼被殺死了 天佑竟然成為殺人兇手 被找到大牢 我… 天佑, 為甚麼會發生這種事 義父, 請你救救天佑 他只是個小孩子 他根本不可能會殺人 那倒是 不過起著個性單純 天佑也不是一個半夜會出門的人 究竟是甚麼原因 令他們兩個人會半夜出門 莫非是仇人鼓勵 還是另有原因 義父, 你實在想太多了 或許天佑只是臨時想出去走走 所以拉起著出去 他這麼巧不幸遇到劫匪 我看不會這麼單純吧 夫人, 你說是不是 是不是已經不重要了 你不覺得最重要的是救了天佑出來嗎 當然, 當然 天佑雖然不是我親生的 但是始終父子一場 何況人命關天 就算是要我山盡家財 我都會想辦法救他出來 應夫人, 放心吧 夏二代替天佑多謝義父 小子, 真傻, 真傻 天佑她一樣叫我義父 我怎麼也不會坐視不利 我會先切飯去探望天佑 問清楚事情的原因 再從長計議想辦法救人 夫人, 你說好不好 老天佑, 有人來看你 一定是天佑來看我 義父 奉旨出盡報清天 待天尋守到明間 鐵面五四人稱讚 共中聯名天下傳 天佑